想講講這個問題,因為有感而發,這個星期跟幾位朋友都喝過茶,兩個不同的朋友 竟然不約如同,都是有一個論點,大家想一個想法裡面就是,他大概是喝茶的時候,當然是聊聊天 但講到最後的時候,例如政治好,人生問題裡面,我發覺他們大概都覺得這個世界都是以為我詐,人都是為利益 不同的政治來講,西方民主政治好,中國大陸的政治好,一樣是有權力鬥爭,天下烏鴉一陽黑,簡單說 另一個朋友裡面,就是屬於一種比較悲觀主義的,其實沒有用的了,這個世界裡面 人的方面永遠是沉淪的,生命是很無償,他受少佛教影響 人生的方面最多都是生老病死,結果的方面都是到頭來一場空 這樣說法裡面,我突然有一個名字想出來,這個是首個朋友說的 這種我們叫做看偷,看偷世情派,這個名字不是算我創的,但我覺得這個說法就是,已經看透世情了 我突然間有想法,因為這兩個朋友都差不多六十多歲,小了一點 我感覺到,如果到了一個年紀的人,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說服對方 也不要說說服,甚至不是那麼容易討論 人們固定了有這樣的想法,因此引起我的想法就是,今天提起幾分鐘 這種態度是跟讀哲學有一個,怎麼說呢,不是很協調的方式 哲學當然是很多種態度,但是有一種態度裡面,我仍然覺得是 對應了一種我們叫做理性的態度籠統,我們叫做一種開放式 開放式或者是一種我們叫做批判式 這個是比較自學的態度,看偷世情派,由於他們人生越歷 以及對很多東西覺得不愛如是,他發覺你說任何問題裡面 他都覺得是不愛,人生都是無常,最後到頭來都是死 我以前就喜歡反駁說,有時候這個人生有點像是 好像運動一樣,打籃球一樣,打籃球當然不是輸就贏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過程裡面是變化很多的 有時候你輸著,逆流而上,有時候你贏著很輕鬆的 這種過程裡面,運動過程本身是不可代替的 所以漢斗世情派很多時候就是一下就看一種結論 一開始講結論的時候,很容易距離到最後的結論 而知學所謂開放式的意思就是我們仍然有一些不確定的事情 知學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斷想追求確定 迪卡爾的我只顧我在,想說我們理性裡面 找不找到一些不可懷疑的東西 這就是知學其中追求,它叫做Certitude 找Certainty Certainty如果再高境界,想找一些最後的本體 英文叫做Ultimate Reality 再進步,是不是這個世界有神,這個世界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就問這些問題,那些叫形相學問題 但是對哲學來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始終應該承認我們還不是哲學家 哲學家只不過是一家之賢的哲學家 但是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哲學追求的人 其實來講,永遠面對著很多uncertain的 但這個uncertain不是虛無主義的,留意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細微的地方就是 漢斗世情派是透露了一種虛無主義的 那麼這種虛無主義呢,他講一講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不願意討論或者已經看透了 他自己生活上裡面有時候是挺無助的 甚至是挺悲觀的 有一點病痛,其他事情就會出現了很多傷感的事情 悲觀的事情 那麼這一點我想再對比一下就是 漢斗世情派往往和另一種叫老生常談的哲學態度很呼應 那麼我自己大概五十多歲以後 六十多歲了應該 十年前 那麼有些朋友加入了群組 那群組是講生死學的 那麼他們不斷寄一些powerpoint給我 那些年紀大的人,即是同輩的那些 謝謝 不要看下去老婆 你們幹嘛笑 他很有心機 老人家剛剛適用powerpoint 就很開心的 真是能夠撐開啊 原則這樣記出來 那麼記出來 那麼差不多一個星期記一次 我收了很多很多 後來我都是忍受不了 我希望他沒有再記了 那麼收到大概十年前沒有 還有一段看完這個 好明顯是很善意的 但是我仍然是所謂批判的才不是批評 有時候知其言不知其所以言 生命裡面當然是放下好 與人為善好 生命當然是開心心一日又一個 痛苦又一日又這樣過 這些我們叫老生常談一生之後 他不是錯的 他只不過是沒有了經歷 和沒有了一個所謂思辨的過程 我相信我們用的強調來說就是 我記得一個朋友講開例子 他說他很喜歡比喻的 你有沒有留意一些人很喜歡做這些人生比喻 那他的比喻我覺得很容易記的 他說人生好像坐地鐵 有時地鐵裡面有位坐 那你就坐吧 有時沒有位坐你就站吧 有時你在彩虹村下車 有時你在觀塘下車 那你到達站就下車 那我就很心目了 明不明白的意思 講一方面一定是對的 那如果人生好像上課那樣 有時黑暈顏巡 有時開心點 有時很痛苦做筆記 那又講到人生了 人生好像吃飯那樣 有時有菜大魚大肉 有時吃白飯 有時沸騰水等等 那講法裡面就叫做analogy 即是類比人生 他其實是講人生裡面有苦有樂 還有沒有那麼執著 兩句說話而已 就是可以變化萬千的 那我覺得這些不是一定是錯失 而是可能到某個年紀都六十多歲了 甚至是七十歲了 退休了 人生有些經歷了 那於是來講他有漢頭世情 留意這兩個態度是一二二二一的 即是說他平淡一點的時候 他對著朋友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比較積極一點 有識得去旅行啊去玩啊那些老人家 我背裡面很多喜歡逛山那些 就屬於這種比較健康一點的老生常談 他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本身有兒女成群有孫 難道還談什麼人生之外 可能面對身體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不斷說什麼五色靈芝 談你吃什麼好 不斷年紀大的時候 一喝茶就介紹你吃藥 這是中國人的善意來的 但是另一種就是漢頭世情派 有些人四十多歲 五十歲開始的了 所以我想提到的意思 就是趁著大家做年輕 大部分同學 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的 那樣的想法裡面就是漢頭世情派 它背後是一種虛無主義來的 各打五十大敗 政治來說 西方民主政治 丹麥或者歐洲來說 也是這樣 那些人自殺率也不低 雖然說幸福指數很高 東南亞也有東南亞人 總之每樣東西有每種生活模式 不可代替的 政治一定是污衛的了 一定是權力鬥爭的 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人們最重要是自己安心一點 吃好一點、住好一點 像是響樂、打麻雀 那麽說他如果真的實踐 就會走向另外一種 陸生常談識的 如果真的找人打麻雀 但是不是 只是喊一聲、嘆氣 就很容易變成漢頭世情的虛無主義 看不看這兩個 這其實是印度人的經驗 響樂主義和虛無主義是一體兩面的 所以是印度裡面有苦行主義 有極度的響樂主義 就是當一個社會裡面 尤其是印度人當時是非常虛無 未到佛陀出現之前 覺得生命裡面 一是永遠淪湖到苦的 另一種方式就是 人生既然是沒有來世的 他認為是沒有來世的 那今早有酒今早醉 那這些態度裡面 我們沒有經過批判 沒有經過比較深刻的反省 有時候是有他的 又不能這樣說的 我們不是說人一定要思考問題 一定要讀哲學 不是一定這樣 所以這兩個態度裡面 希望大家參考一下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就是你究竟一生裡面的目標是做什麼 這個就是可以透過這些這樣的方式 透過這些我們讀哲學的過程裡面 自己想想 因為讀哲學其實是一種 input來的 所以我是不是很贊成 你們背很多的哲學資料 通常的同學 聽了十年課 還是知之不借在那裡聽課 那這個沒有所謂 一來不用錢 但更加重要來說 你很想把握哲學知識 要麼你就像讀哲學系一樣 一路讀上去 那種方式又有另一種方式 那種叫學術性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 這個MA4 它本身當然我們要有學術要求 有些理論等等的東西 但更加重要的是 嘗試你學習到 怎樣找到一些屬於你自己的東西 有些東西是屬於你自己的 聽的時候 這些是一些知識 但是最後有用的東西 自然跟你有一個呼應的 那裡邊大家有興趣讀文學 你可以看一下 杜斯托爾夫斯基的罪與佛 包括托爾斯太的戰爭和平 我推介幾本小說 或者是生命中不得承受之輕 這些都很有哲學性的小說 可以幫你了解人性 因為哲學講的人性 容易講性善、性惡 很多時候都是爭議這個問題 但真正的人性是千變萬化的 所以我自己仍然是推介的話 如果是推介三本小說 我覺得《紅樓夢》是其中一本 《紅樓夢》就不是純粹是文學這麼簡單 它的確有佛學思想 就是他背後想說 最多最後 那個幕裏面就是賈寶玉 其實這個是劉樂族的了 應該不是屬說的人寫 就是見到他爸爸 真的要辭別 那時候應該是林獨玉死了 他又離開了施寶差 然後慢慢有一次經過 假證是他爸爸 就是在隔著河的方面 跪下向他救敗 就是道別 然後走 當時下雪 結果就是白亡亡天地真乾淨 就是佛家的境界 對不對 這種文學的境界 是讓我們不斷說佛樂更深刻的 但是我老師說 就是 其實水壺是漩中 當下即時 紅樓是小城 小城不是文學小城 是佛教的小城 只是見到生命的空虛 見到生命的破壞 大廈傾倒一場空 這個就是 這個所謂 紅樓夢式的一個世界觀 這個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感受到命運的問題 這個部分 用希臘悲劇的那些 你需要多看文學 看卡夫卡那些 或者看卡茂那些 卡茂的陌生人 或者異鄉人 或者有一套現在很適合看的就是 瘟疫 瘟疫裡面的說話很講到 我們這個時代裡面的問題 就是那個醫生 就是一個挺有違的醫生 當後來那個市政府 因為他的鼠疫死了很多人 死了20萬人 一個小城市 他就是向大家報告 我們總共死了20萬人 疫情過去了 但是醫生走出來說 我要補充一句 其實不是死了20萬人的數目次 是每個人死了一次 總共死了20萬次 每個人過身都是獨有無言 都是有他痛苦艱力 好像我們經常看 疫情裡面死了幾百萬人那樣 好像就是一個數目次 跟我們距離很遠 但是實際上 我可以想像很多人進入ICU 插喉 如果大家知道少醫學知識 做那些所謂那些肺炎的復甦 是很痛苦的 這就是什麼重要的 我現在可以做到的 在魏晉時代 這是用了 毛中三先生的一個財性原理 講財性論 就是說魏晉對命運 或者財氣 有一種新的想法 這個也是我們比較少提到的 就是 將我們的人的財性 有先天的財性 特別是說溪康、遠跡、竹林七元 講那種風流人物 風流人物 重新看人的性命的想法 他不是完全講命運 反而是用一種比較道家式的方面 講生命的一種狂日 甚至是他自我的一種表現 所謂屬於中國的個體式的精神 中國的個體精神 差不多就是由魏晉去表現 狂日或者是豪荒 甚至是不羈 遠跡這些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喜歡喝酒、流寧 這些都聽過 上次我們講希臘悲劇 的特點就是從一個簡要的方式講 就是 希臘悲劇整個問題裡面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但我們有時候的問題叫提剛揭靈 盡量簡化就是什麼 就是整個個體性原則 個體性原則的意思就是一個靈魂原則 看不看得到那個想法 就是講文化的時候 是一個很龐大的題材 不是很容易講 西方文化是怎樣 更理性、中國人更人民、更道德 這些講法是舊的講法 到了我老師謀先生或唐先生都很少用這個方式講 不是說中國文化是怎樣 西方文化是怎樣 只不過我們仍然有一種比較提剛揭靈的方式就是 西方人這個個體性原則 或者叫靈魂原則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就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 這個由阿里斯多德的實體觀念 或者Individuality這個概念走出來 就是講本質的問題 對牽連很多 我們只是簡化講 就是西方人對個體 看成他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 如果這樣的話 就有他自己的自我表現 自我表現裡面 一些英雄人物 突出的人物 就自然有一種特別的命運感的問題 就成為英雄悲劇 到了存在主義跳下來的時候 對傳統治學一種叫做反思 覺得傳統治學本身太過度 好像黑格爾那些說什麼辯證法 說一些邏輯概念太多了 不如我們回歸回到生命本身 直接就由存在主 就呼應回希臘悲劇那種說生命感 希臘人當然不像存在主那樣 只不過存在主將他重新 那些普羅米修斯 西佛齊神話 甚至是很多的神話人物 都重新講一次 包括尼索索的阿波羅精神 或者大奧尼索斯精神 這就是西方文化 他的命運是從英雄悲劇顯露出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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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